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补充 我们里面谁最帅呢 此话一出 全场鸦雀无声 时代少年团宋亚轩在线力挺孙男 随后 汪苏龙 周深乘胜追击 把全场的歌手全部都挨个问了一遍 轮到他们俩时 宋亚轩的回答反转不断 直言 汪苏龙是最友善的人 周深本以为可以听到相同的答案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 宋亚轩不按套路出牌 前一秒还说汪苏龙很有善 下一轮变成自己时 就变成了最坏的人 看热闹不嫌失大的节目组 还打上了坑地八百 赐损一千八个花字 宋亚轩之所以在镜头面前毫无顾虑底跟深深开玩笑 恰恰说明了二人的友谊 早已超越了普通朋友如同网友所讲 只要汪苏龙 周深 宋亚轩同框亮相 就一定能为屏幕前的观众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事实也确实如此 要知道超过60%以上的观众都是冲他们三人 才开始关注第三季节目的 舞台表演 难被葫芦七兄弟吴凤贤接了上一场撒野音乐节的想法 胡彦斌更是解锁了舞台总导演身份 彩排环节 疯狂输出创意思路 让很多素人都加入到了他们的表演当中 其中最出彩的就是《大魔王周深》 全程毫无偶像包袱 主动跟现场观众零距离互动 希望他们可以在演唱的时候都大声一点 但群众们的反应并不强烈 再次让他们大声一点时 站在他身后的三个女生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导致深深觉得 这个舞台氛围更适合演唱经典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曲 好汉哥现场传来阵阵笑声之后 深深现场全开脉 再次轻唱了这首经典 初劝举动 令人不禁回想起了之前在某站跨年晚会上演唱的 四大名著连连看针就印证了那句台下小可爱 台上大魔王只要站在舞台上 周深永远都是最亮的那一颗星 看完深深的即兴轻唱 台下的汪苏龙当住胡彦斌的面来了一句 谁想出的这个点子啊 只能说深深太不容易了 为了避免尴尬 始终都在努力暖场 可节目组认为贴脸虽有利于开大 但也容易放大尴尬因为周深回头看时 正好有一个男生直眉瞪眼的看住他 彼此之间的距离 像鸡落偶像剧中的情节 搞得深深忍不住吐槽 平时尴尬还能把目光转向别处 在这里尴尬 看哪里都是人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坐下来后 周深秒遍又叫 开启了音乐课堂 清唱了之前红遍全网的花园种花一边跟台下互动 一边领唱 高能画面知道的以为是生生不息加年华 不知道的还以为深深主持了某档情词类节目 就连他本人都忍不住感慨 这段互动很像是在叫幼儿园的小朋友 两段高能清唱 直接浪浪了整期的节目效果 换句话说 如果周深真的可以成为一名幼儿园里的音乐老师的话 那孩子们可太幸福了 经过缜密的彩排过后 葫芦七兄弟全员亮相 合唱的曲目唯一想到你啊 该曲目该有大头 原唱为张惠妹 作词 作词则是时代偶像张雨生 整个舞台主打一个治愈呈现出来的效果 像极了一场大型演唱会 轮到周深时 被天使吻过的嗓音 第一句就击中了全场以及屏幕前所有观众的内心 不可复制的声线 成功赋予了这首老歌星的生命力 虽然是难对大合唱 但我相信 绝大部分观众都跟我一样 注意力一直都在神神的身上 没等悲塌舞台正式拉开帷幕 葫芦七兄弟就把舞台燃到了极致 看得出胡彦斌这次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十分巧妙地把自己跟宋亚轩合作的改变自己和一想到你啊融合到了一起 由此一来 观众就不会出戏的感觉了 唱功方面 个人认为胡彦斌的独特嗓音 丝毫不逊色于原唱 宋亚轩也是一样 年龄小 可实力强 与胡彦斌的合作 真正起到了一加一大约二的效果 话说到这 第三季节目 所有看点都在汪苏龙 宋亚轩 以及周深的身上 不知道大家都对周深在真人秀情节中的高能表现 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